疫苗领头羊辉瑞向美国FDA提出授权请求 让年仅12到15岁的青少年也能接种疫苗 预计未来几周就可能通过 原先美国只授权16岁以上的人施打辉瑞疫苗 但根据辉瑞对12到15岁青少年的疫苗第三期试验 发现疫苗防护力百分百 如果FDA通过辉瑞将成为第一款12岁孩童都能接种的疫苗 另外AZ疫苗的血栓争议 法国建议55岁以下已经接种第一剂AZ的人 第二剂应该改打其他厂牌疫苗 而一直被看好一剂就OK的交生疫苗 也传出有4人接种之后出现血栓 其中1人死亡 欧洲药品管理局和交生公司都强调 没有明确证据显示疫苗和血栓有关 不过美国北卡州科州和乔治亚州的接种中心 因数十人打完交生疫苗后有不适反应 一度关闭暂停接种 先前因疫苗制造厂搞混了AZ和交生疫苗的原物料 导致上千万剂交生疫苗损毁 因此预计加州下周收到的交生疫苗 数量锐减九成导致供应量大减百分之十五 尤其加州十五号起开放十六岁以上居民接种 第一剂预约恐怕一味难求 记者李星中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